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喲 西门大官人来得正好 我这儿刚刚泡了一壶宽叶 你又没出去啊 不急 这就走 隔壁王甘娘又换奴家呢 娘子自去 你们听说了吗 赵四家的牛被偷了 是他自己偷的吧 翠璃要不要 听说他刮他家后街的粉头啊 说不准拿去卖了 谁叫的粉头啊 去去去 有你什么事去一边去 去去去去 去去去 好了 好了 好 赶紧再来啊 这婆子用哪儿匡来的钱啊 关你平时啊 来来来来 好 好 前几日啊 静见着西门庆啊到他茶店里去 说不定啊 又在给谁拉剑出现呢 还不是五大郎家的小娘子 是啊 这个老婆 好 还是小人为娘子敬手 奴家不敢当 娘子还客气什么呀 大官人又不是外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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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好 不敢烦劳大官人 好 娘子请 来 请坐 请坐呀 请 来 我来 推饼 推饼 前 五大 五大 吹饼 五大 五大 什么 好好好 来来来 再马上马上 谢谢官人 娘子 老生真是糊涂了 忘了买些节酒的果子来了 好 有小人陪娘子 干娘放心自趣 好 好 好 娘子啊 你带老神陪陪大官人 老神去去就来 干娘 娘子 来 来 小小年纪 就听那些闲人嚼舌头 我家娘子一向本分足不出户 来 长颜道 无风不齐了 我可是好心啊 来 不知打副镯子要多少银子 那得看王甘娘要打多沉的 当然是沉些才好啊 行啊 只要王甘娘不怕把胳膊坠断了 来 来 大官人羞劝 奴家当真不能再饮了 家父这就回来了 娘子不急 吃口菜再走 小人 小人对娘子朝思暮想 求娘子千万做成小人 大官人住手 万不能让外人看见 我求大官人快些 小人 我求大官人 我求你 你求你 未来 看看谁 习惯 晴 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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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你们干的好事啊 干娘羞乖 干娘小声些 我是来让你做衣裳的 不是让你来偷汉子的 要大郎知道了我如何交代 你们倒是快活了 却连累了老申 也罢 老申先去与那五大说 免得我日后老骂名 干娘饶恕 万不可让家父知道啊 干娘就声张 看你们两个呀 盗似一对 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方可瞒住五大 干娘 别说一件 十件 奴家都答应 好事已经成了十分 日后你不可负了大官人 你若答应了我 我就瞒着五大 农家答应 农家答应 那大官人字不必说了啊 你也不能负了娘子 你若负了娘子 我也去告诉五大 干娘放心就是 哦 对了 那五大快回来了 你快穿衣裳回去吧 多谢干娘 多谢干娘 快 多谢干娘 快 多谢干娘 谢谢干娘 快去吧 娘子 老神的计谋怎么样啊 来日一定众谢王干娘 如愿了吗 今日一回死了也值啊 好事到此而止 她可不是一般的娘子啊 她遇上你 如同干柴烈火 一旦燃烧起来就不可收拾 没准日后会惹出什么祸事 干娘需要吓唬我 我西门庆怕我谁啊 县衙老爷也得看我的眼色 你西门大官人不怕县衙老爷 你未必惹得起他家叔叔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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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郎看什么 娘子脸色发红 王甘娘拉住吃酒 推脱不过 西门大官人走好 改日再来啊 来啊 推饼 推饼 是他吗 金子蜘蛛 是真贪的 嘘 来了 灰瓶 全都不知道 就他自己不知道 天底下最傻的吗 老板在家都喊 自己是孤家 哎 看 西门大怪也就是勾引他的棍家 就是 就是 就是无的 他不知道 不是 我说那西门青 毛毛婆子 好勤啊 却是问上那小娘子啊 哎 刚才硬进去 大郎 这三小弟啊想什么事 大郎 快来 大郎 嗯 对对 来 来来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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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官人 我心甘若不然想杀我爷 龙家爷想大官人 我心甘若不然想杀我爷 大官人 这离万万使不得 怕什么 我刚才看见那三寸钉哭出鼻出去了 我求大官人了 我尽早起来右眼就跳 怕是祸事临头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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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你这么早就收摊啦 将来 大人 大人 这么早就回来了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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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又回来了 你找什么 我丢了东西在楼上 我找什么我知道你躲开 大郎是回来找人的吧 不 不是 不是什么 换做别人嫁给你 喊得早就透了十八回 我每日给你洗衣做饭烧茶热酒 整日不出门 我哪点对不住你了 你的良心让狗给吃了 不 不是 我是 莫非 这也是你家兄弟交给你的 你说 别说呀 不是 不是 你要是只听你家兄弟的 你就跟他去过吧 你给我啊 打两副镯子 来 这黄的打两副镯子 王干娘 是不是又要嫁人了 哪家的台主啊 玉皇大帝的亲舅子 王我娘娘的干兄弟 这疯婆子 阎王爷才是你的亲老公呢 王干娘 今天有好茶吗 大官人里面坐着 我去给你一杯好茶 马上就来 让娘子久等了 大官人 让农家想得好苦啊 escrito 脑子 让我坐下 掙着就干娘子 去哪儿 你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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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爹 还会 和你爹 我爹 你爹 那爹 你爹 我爹 你就去坐 以后啊 我可不跟你一起上街 你不嫌丢人 我还嫌呢 要么 你替我回家看看的 世上 属你这种人最傻 但做这种事会在自己家里 那他们到哪儿 我亲眼看见西门大官人 进了王婆子的茶馆 好一个王婆子 我这就去 有那婆子在外面望风 你这一去 人家还不早就跑了 那你说咋办 来 来 今儿遇到大官人 是奴家前世的缘分 我家娘子有四位 不及娘子一根指头 只恨奴家命接 快快 你干什么你啊 我找西门大官人 这儿哪有西门大官人呢 大白天你不让进 是不是里面有鬼啊 放你娘的拉松屁你 给我走 你再扔扰我大耳瓜的善 好你个老猪狗马伯六 看我不和你拼了 你干什么俩 你干什么你 臭脖子干的好事 不大来了 大官人快走 娘子有我护法 看你们往哪儿走 大郎不可动手啊 给我滚开 大郎 大郎 我 大官人 大官人 大郎 大郎 干娘 大郎 干娘 干娘快来呀 大郎 干娘 大郎 村上 烹蜓 水 车 不 水 公 姐 小 Jimmy 送手 声 大郎 好歹起来吃一口 奴家 奴家对不住大郎 大郎恕奴家一时 我求大郎了 我不怨你 只是那西门庆 我知道你厚道 回不该没听我家兄弟的话 他临走时嘱咐我 于是不要与人争执 等他回来再做理论 大郎 你真的要 要告诉叔叔吗 若告诉我家兄弟的话 他一定不肯甘兴 必惹出事来 与你也不好 西门大官人 如何这会儿才来呀 来来来 到立间座 来 看在你我夫妻一场的份上 你就与那西门庆断了 我兄弟回来 我不跟他说 我这胸口 我这胸口被那死踢了一脚 冒抓一样的疼 大郎 我明日与你抓先药回来 调理调理 老师 老师给大郎熬了一碗参汤 补心的 大郎沉热喝了最好 甘娘 让我来吧 好 好 好 大郎 我托娘子缝的那件衣服的 袖口宽了点 求娘子再给改一改 等家夫病情好了再去 那好那好 缺什么过来拿啊 西门大官人走好啊 谁让武大娶那样的迷人 命中注定的 那是吧 让西门庆刮上的女人没个好的 是啊 我是家中宝啊 好大卧呢 我大虎都无不吐可不好 翠姨 可是杨古县 还不是西门大官人一手抹天呢 别人家的闲事啊 还是少管好 得 对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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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买动 就好了 命了 小伙子 拿来看看这药花 这药用啊 这药用啊 别看啊 别看 别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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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伤好治 内伤难平啊 此病 生不得气 动不得火 千万千万要小心调理 用这几味药 二十天便可下床了 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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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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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银子还给娘子 以后娘子来抓药不许收钱 是 今日关门盘点 你们都出去 大官人 娘子哪知 这阳谷县的药铺十有八九都是我西门庆的 娘子 想杀我了 大官人害得我好苦 不如日后断了吧 谁将我命中与大官人无缘呢 名字 大官人 大官人 大郎久等了 大郎久等了 大夫怎么说 大夫怎么说 大夫说 吃些药半月二十天就好了 可我这心里头憋得厉害 大郎暂且忍耐 快快把药煎来吃喽 老婷 药尿抓权lk家明日再去 宫尔 翠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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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哥 大郎 奴家这就去抓药来 你稍等 走 允哥 走 等病好了 咱还一块大半上接 多会儿才能好啊 抓回药来 吃了就好 好 给 说是去抓药 还不是又去会那西门庆 别胡说 我家娘子已经毁过了 我亲眼看见 还能有假 你别生气啊 别生气啊 别生气啊 给我 给我弄碗水来 喝 吃个橘子吧 吃橘子 给 慢点 慢点吃 打明天起 我天天来看你 好 大官人 农家心里害怕 一刻也离不开大官人 你走回去 以后的事我以王干娘商议 到时候我自有办法 可人人都长着一张嘴 我怕 除非他们长了豹子胆 这阳谷县里 我说是黑便是黑 我说是白 我说是白便是白 道师 大官人就不再见奴家了吗 翠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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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 你不是 跟西门大官人要离去吗 不要了 那离是孝敬大官人的 不要了 不要了 不要都不行 我打你狗小子 走些 别打了 胆子都不小 再动管闲事就要你你小命 叫你动管闲事 小子还动管闲事 胆子都不行 娘子 来来来 娘子哪里去啊 回去给五大煎药 听说了呢 那五二快回来了 几十啊 也许十天半月 也许三天五天 今天晚上也说不定啊 他若看到五大这个模样 能饶了你吗 老身也躲不过去呀 不关干娘的事 怎么了 大郎说了 不告诉他家兄弟 好个不行事的娘子 嘴长在他身上 一旦他说了 不但害了你我 也害了西门大官人哪 难道娘子就忍心 与那西门大官人一刀两断吗 难道娘子就甘心与那五大过一辈子吗 那一干娘说如何是好呢 明日 明日找来西门大官人再做商议 那个时候若不是他挂的娘子 哪会有今天的事啊 王大娘 上场 可是绑在一根绳子上了 大郎 来 吃药 我怕是活不长了 大郎休这样说 吃药吧 你好好给我一瓶吃药 等我兄弟回来 我们见上一面 也好给你一纸修书 成全你们 我若是死了 我兄弟回来 绝不会饶了你们 大郎 不热了 来 大郎 你休要想那么多 专心吃药 治病要紧 我弄点水来 西门大官人 怎么这时候才来呀 老身给你泡的茶也都凉了 大郎 喝水 大郎 你吃了药好些吗 老身那衣服绣得紧 还烦请娘子给改一下 大郎 你稍歇歇 奴家去去便回 你就等不到我闭眼睛吗 来 娘子 大官人 哎呀 大官人若要离不开娘子 就把她娶回去 别在我这儿偷偷摸摸的 哎 干娘 此话何意呀 刀都架在脖子上了 那五都头快回来了 大官人还不赶快拿个主意 这 大官人 奴家也怕呀 你们田哥哥蜜姐姐好了个够 到时候大官人一溜了之 让那五松找我说话 哎 你们千驴让我拔绝子 那一干娘说如何是好啊 我问大官人哪 我是坐船的 大官人是掌舵的 哎 如今大官人却没了主意 哎 我 干娘的恩德 奴家不敢忘 干娘过得瞧 比奴家走的路还多 还求干娘哪个主意啊 是啊 娘子说得是啊 你们一个拦住五松别回来 一个呢堵住五大别开口 只有这样方可保住身家性命 干娘又在说笑了 那样如何做得来呢 那只有一条路 娘子堵住五大的嘴能保吗 那只有一样东西能让五大不开口 大官人的铺子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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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娘说的是 别说 正是刺悟 干娘 势不得 万万势不得呀 哪一娘子呢 我是为娘子好啊 就说那五大害心病死了 一把火烧个干净 让西门大官人把你取过去 你们日夜厮守啊 大官人 大官人 爸 爸 一不做二不休 如此道也落得干净 这样大官人才算个男子汉哪 我家的药嘛倒是有的事 只供娘子下不得手啊 你上哪儿去 事到如今 你我生死一处 做也得做 不做也得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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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郎 该吃药了 今日新幼抓的 专治大郎的病 你做的好事 你真的不吃 我死了 正合你意 好心当成驴肝肺 你不吃 便不吃吧 你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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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吃